裡面呢第一個我們有 import一個 mass 不過在VBA裡面因為畢竟兩個是不同的程式啦 所以他們的做法稍微不同 那第一個當然有關那個 mass 裡面 我們主要是利用那個 mass 裡面取得 pi 那在VBA裡面怎麼取得 pi 它裡面也沒有 pi 不過來查一下 VBA裡面 它並沒有給你一個 pi 這個 pi 你要自己怎麼自己去定義 所以怎麼辦呢 不過我後來發現一個地方已經有 pi 就是在Excel裡面 Excel裡面 各位有沒有用過Excel裡面有個函數 你插入函數裡面 我記得它好像有一個數學還是在數學類吧 裡面好像有一個 pi 這邊有一個 pi 而且已經告訴你 pi 精確到小數點第15位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當然 如果VBA裡面沒有 但是Excel裡面有 不過兩者是不相通的 怎麼樣讓它可以相通 這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第二個的話呢 在VBA裡面到底有哪些函數 你想說老師 我如果想要知道 VBA裡面到底有哪一些函數 那我該怎麼學習呢 其實坊間有 坊間有那個 專門針對 VBA的 那個什麼 VBA的磁點吧 它把所有 都已經幫你把它涵蓋 後悔一本 但是我覺得啦 在那個Excel裡面 它已經有一個官方版的那個說明檔 我是覺得有的時候其實你可以不需要去 外求 其實裡面就已經有了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請注意就是在VBA裡面的這邊有一個說明 你把它點下去 點擊之後的話 但是特別注意 它的不同版本可能有不同的說明 反而我發現了 在2007 還是在 離線的版本 反而2010以後 好像連到 雲端 連到那個 網站 有的時候反而不見得 比較方便 那你可以從這邊的什麼程式語言參考 點擊之後這邊有所謂的函數 那它所有的函數A到Z 通通在這裡 其中你看找一下有沒有 Pi 看一下P開頭的 基本上我找一下好像沒有 沒有一個是Pi的 也就是它這個地方並沒有提供給你 一個 Pi的 不過在 內部有 可是如果內部有我怎麼拿來用 這個地方的話也許我們 可以來 等一下來看一下 那請各位試一下就是 把那個 之前我們寫的那個什麼 計算圓面積部分 稍微再轉換一下 轉成什麼 轉成 比如說輸入一樣 輸入一個半徑 所以有個input box 然後呢 我會需要一個 Pi 不過這個Pi的話 可能你可能要 引用這邊的 這個Pi 怎麼樣去引用 這裡面這個Pi 那也就是說實際上 VBA也是一樣可以存取 Excel裡面的資源 然後可能是怎麼存取 最後當然我們也可以再把這個計算圓面積的題目變化 比如說我的半徑可以是亂數 亂數決定的話 以及 之前 Python寫過的 同樣邏輯 如果在VBA 怎麼做 請各位稍微 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當然第一個 我們一樣 插入一個程序 在那個 VBA裡面 基本的單位 一樣是程序 那名稱的話呢 我取跟在 我們之前練習的 Python 那個 那個 那個module一樣的名稱 然後再來的話呢 我們 需要做什麼呢 如果你 實際上不太清楚 沒關係 你乾脆拿這個來改 不用import啦 因為在VBA沒有這import這回事 他本身就已經 該有的全部都給你了 你不用做什麼import 但是你想說 在VBA裡面有什麼方式可以去 取用外部的相關資源 其實在VBA裡面如果你要取用外部資源他有個叫什麼 設定引用項目 那引用項目裡面呢當然你外部的東西你可以比如說把它變成一個DL啦 比如說像VB.NET 或者VB以前寫的DL也可以把它匯進來你也可以引用進來用 他的概念跟函事庫一樣不過差別跟Python不一樣是 Python大部分都open source 但是這邊是compile過沒辦法看到程式怎麼寫的 那你可以把它引用進來 像 像 我們之前常用的像什麼 比如說像ADO 跟資料庫串接 或者是說你要取用那個網路的資源 那可能你要外掛一個東西 你才有辦法去抓那個網路的東西的話 那 也可以透過那個什麼工具裡面的設定引用項目把它引用進來 那 這邊我們接下來看就是說 如果一樣的程式 第一個當然我們不用轉型 我們直接用input box把它改一下 一樣去 計算什麼計算那個 半徑 那請輸入 計算面積 請輸入半徑 那他輸入之後的話 接下來就是 一樣會傳到A 那接下來呢 Mass點π 不過這個π可能比較麻煩一點 因為我們的做法什麼 你可能就是要自己宣告一個π是什麼吧 但是如果假設我們現在 假設我不知道說π等於多少 我就給他一個 3.141592 多少 65 359 大概是到這裡 後面應該還有啦 那假設我這邊 用我的記憶背下來的 一個 這個小 就是 圓周率 不過 當然這不夠精確 可是如果你要取得 比較精確的詞 有什麼方式 等一下再來看 那輸入完之後 我用π去乘上什麼 這個Mass點π 其實就是什麼 幾次方嘛 所以我們把它改一下 剛剛講過的 6的 二次方 這樣的話呢 一樣可以把結果做出 最後把它用Mass box 這邊的話 把print改成 MSG BOX Mass box 這邊 Format 他又不行了 所以這邊 那另外呢 還有一點 VBA跟Python 最大的不一樣 這個地方 如果你要串接的話 請記得 在VBA裡面 他不是 如果字串 跟字串串接的話 記得要用AND的符號 用AND 不過 少數用加是可以啦 但是我建議 如果你是 串接 字串的話 記得用AND 那AND前後一定要空白 好 那再來就是說呢 後面呢 把面積 串在後面 但是你想說 這個是 這邊是 自串 這邊是 最後計算的一個 浮點 有小數點 那在Python裡面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他必須要轉型成 Float 應該是把Float 轉型成字串 才能串接 可是在VBA裡面特別注意 VBA 我有講過啦 他這個地方 不要友善 也就是說 如果你後面的不是一個字串 但是呢 你碰到一個AND符號的話 他會自動幫你把後面的東西 轉換成字串 再串接 所以這一點的話 其實VBA比較不用太過 去注意那個轉型的問題 你就把它放著就可以了 那記得串接符號是AND OK 那做完之後 比如說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這邊 Py我給他的 然後input 然後最後的話呢 也把公式算完 最後放在這邊 OK 那執行一下看一下 那一樣呢 假如說6 OK按個確定 幫我顯示出 6的 這個面積是多少 OK 那你會發現呢 最後的結果 他也會顯示出來 不過跟前面是有一樣的問題 就是呢 如果我要取到 小數點的第2位 這個地方該怎麼辦 當然呢 做法上面跟那個python 也一樣 會有兩種方法 一個是什麼呢 一個是 直接用run的函數 另外一個是 也是用格式化 兩者最重要的差別是 run的真的是蛇無路 那formate 如果你用formate的話呢 他也是表面上幫你格式化 但實際上資料並沒有動 OK 那我們怎麼樣去解決 剛剛的這幾個問題 第一個 那 我們先解決 假設我今天 希望用那個什麼 所以我這邊可以再把這一串 複製一下 假設我要解決 第一個問題 格式化 到第2位 當然我們前面講過 有一個方法就是用run的 所以同樣 你會發現 這個做法跟 這個在python 基本上是一樣的 在vba裡面一樣會有run的函數 你可以加在前面 錢瓜糊 錢瓜糊之後你會發現 後面會有一些引述告訴你 也就是說他已經偵測到 在vba裡面有一個叫run的函數 逗點我要取到小數點第2位 OK 這樣的話呢 你會發現 他就會自動幫你用run的函數 取到小數點的第2位 而且你會發現我打的時候是打小寫 但是呢他會自動幫我變大寫 這個就表示確定是有這個run的函數 我們把它跑一下 基本上剛剛6 Enter 小數點第2位 不過因為 那個第2位是0 所以他會自動取到第1位 大家如果換一個7好了 看一下 有沒有94都OK 這個是第1個就是我用run的函數來做 那第2個的話如果我要用格式 在那個 vba裡面 他同樣有一個叫format 不過format的使用方式 基本上我覺得會比那個在 那個python裡面稍微簡單一點點 這個是run的把它拿掉 假設我今天不用run的 我要用format 那format怎麼做 基本上呢 第一個 在這個 這個外面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格式 我可以在 輸出的時候呢 外面包一個format 錢瓜糊 後面的話呢 請你逗點 然後呢給他 所以前面是資料 後面的話呢就是你的格式 格式記得是一個文字 裡面的話取到小數點第二位是零 零 第一個零指的是其實就是 Person D啦 其實就跟那個之前我們格式化那個Person D一樣 一個整數 點 00 00的話其實就是Person 點F 那我們取到就是2F啦 實際上概念是差不多的 然後面的話呢再加一個後刮弧 也就是輸出的時候如果我不用run的函數 那我可以用什麼呢 我可以用那個format 把它format 放在 這個format函數的中間 後面多一個格式給他 那這樣的話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 執行一下 這個時候 假設剛剛輸入 例如是到小數點第二位 7好了 Enter OK 也是一樣 但是兩者最大的差別 Round 是真的已經把你 算出來的那個面積 四捨五入之後再顯示 但是format並沒有 他還是維持原來的那個有小數點的狀態 OK 只是說讓你看到是到小數點第二位 所以兩者差別在這裡 那大概是這樣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把那個 之前我們寫過計算圓面積的部分 稍微再修改 只是這裡 這個pi 反正你就先打一個 一個數字 你Google應該也可以Google到那個 到地球 不過如果你希望 怎麼樣 如果pi的來源是從什麼 從這邊來的 這邊有個pi 那我要怎麼樣 把這個裡面的pi 裡面顯示的這個 直接拿來 用在 甚至他精確還不止 301415926 65359 後面還有 到15位 更精確 那如果說我想要拿這個 放到我的pi 怎麼做 我想這個等一下再來看 請各位試一下 把那個之前的 練習的部分 再做一個變化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好 那我們就是先計算 然後再四者五路 四者五路有兩種方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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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